新书快报 台湾的神非常的多 是如道界限模糊 而如果仔细追究的话 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奇怪又有趣的跟神有关的事情 譬如说挪诈三太子 不想你有沒有看过 他在世大运骑个脚 他就跑出来了 其实在台湾的神明有非常多非常有趣又奇怪的事 为您介绍这本神灵台湾 第一本亲近神明的小百科 请到的是作者林金郎林老师 老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挪诈三太子为什么有这么多跨界的感觉 明明是像小孩子的形象 但是却是神明 我看在佛教在道教他都有出现的 他的背景由来到底是什么呢 刚刚主持人讲的跨界应该是指说 他可能是跨佛教跟道教 那另外一个是说他可能是从国外 最多的是印度 然后跨到中国应该是指这个意思 挪诈他本身就是佛教正式经典里面有记载的一个年轻的父法神 那他的爸爸就是那个北方多吻天王 那佛教有十大天王 那就是以北方多吻天王为主 那他就是他的第三个儿子 然后他个性就是过度重视法纪 但是轻忽人命这样子 但是到了传到中国之后 中国人就很喜欢把那些神明 当成一种小说创作的一种题材 那其实这是会显著一个神的一种人性化 按乐趣 不会像现在那么那么 好像要把他绝对生化这样子 到了我们中国来之后 就封神榜还有西游记有两个版本 都是把他塑造成一个像小孩子这样刁满 感觉他好像始终脾气不太好 对在我们宗教上的意义就是说 他表现的就是一种天生野蛮的那种雕性 可是他最后在经过一个伦理教化之后 他还可以变成一尊正神 我有看过研究西游记的书 说这个挪扎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是因为他可以重生 只是说重生这个含义 好像在台湾民间信仰里头 比较没有特别强调 但是讲到你这本书神灵台湾 我就看到说在神明里头也有社会阶级 我光是看到你这本书神灵的系统分三类 这三类光看名字就有差别 例如说第一类这种皇帝 天后 道祖 娘娘 这是一个等级 后面一类就是这种帝君 老人 夫人 就非常明显的不同 能不能从这个社会阶级的角度来看看 这三大类的神明是怎么划分的 神明确实是有阶级的 因为当时我们是透过神权统治 来给予地权统治的神圣性 当时他故意塑造说 天庭的制度跟人间是一样的 玉皇大帝的形象跟皇帝形象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看小说或是看传奇的时候 那会发现说玉皇大帝就跟皇帝一样 就是高高在上 那底下的成功就排一排 对 然后就在问事情 他阶级确实是有的 中国的神明太过为分杂了 而且很多是互相矛盾的 所以我就在历史月刊里面 我就把它做了一个比较系统化的整理 那原则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天界地界跟幽明界这样子 那确实他是有分的 甚至在朝廷里面 他还有神明的提名跟赤峰制度 譬如说马主他现在是天后对不对 可是他不是一开始都是天后啊 他可能也是由夫人啊 然后后来变妃啦 然后慢慢一直升上来的 原来妈祖曾经也是从这个夫人开始慢慢往上升的 如果你是渔民啊 在海上遇难了 要求救的时候 一定要先喊妈祖的名字 而不是喊妈祖其他的名字 什么天后天妃哦 因为如果呼叫的是妈祖的名字的话 妈祖马上都显灵 但是如果你呼叫的是那个天后天妃这样的名字的时候 这个妈祖一想说 要以天后的身份出现的话 要慎壮打扮 所以要多花一点时间 会晚一点才会到啊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从哪里搜集来的 其实这些都是明接人们自己的揣测啦 以人之心去度神明之物啦 对甚至有的还说去拜一些女神 都喜欢供一些胭脂水粉啦 那有的人也会说 妈祖你不能拜他胭脂水粉 因为这样他要打扮 然后再来救你会来不及 那其实这些都是人自己把自己的心理反射到神明 那原则上我会把它当成这种民主的乐序啦 那我是如何去搜集这些典故 当然就是要晚方的阅读啦收听啦 那最主要就是说还要跟一乡里的老人家闲聊 你会发现说老人家他永远有你挖不完的一些奇怪的东西 我之前还听说过朱悟空他就是观世音菩萨跟吕洞宾的儿子 哦真的有这种传闻啊 对那我就上网不断的找找找找找找 哎如果真的找到在大陆有一间那个村 他就利用这个传说那塑造了一个观光的产业 然后呢对那还有说什么 尾佛菩萨追过那个观世音菩萨等等等等 那这个我本来书上都有写 不过后来因为片核关系都全部删掉了 所以很多是有趣的传闻 你都会去推想他原始是什么面貌 我们刚刚讲到了妈祖 那后来你又讲到孙悟空是观世音的儿子 我想要讲一下这个妈祖跟观世音的差别 因为母性的神就这两个最有名嘛 能不能比较一下这两位呢 其实他们两个要说差别其实没有很明显 因为在这个道教的传统里面他们也承认 妈祖确实是观世音菩萨的土地 而且他从整个史实来看 当时妈祖也确实是有依附在观世音菩萨的形象去发展出来 两个其实是很难顺便 就有人说观音是道教的妈祖 那么妈祖是佛教的观音 就有类似这样的说法 在这本书里头你还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是 很多的土地公庙呢 如果你仔细看它是庙中有庙 因为当年它只是个小庙刊 后来就慢慢的扩建 最小的庙刊还在 但你这本书里头其实讲到每一个神灵的时候 都有它很特别的一个庙 能不能为我们介绍几个比较有趣的庙呢 如果说你有些外国朋友 那只能来玩几天的话 新北市三峡清水祖师庙是一定要去的 因为这家庙是号称东方艺术殿堂 它的每尊雕刻每个书法每个绘画 真的是美如美化 而且它经营了大概一两百年 当时一流的艺术去塑造出来的 所以它应该就算是台湾的一种 宗庙艺术的一个顶尖之作了 所以不看可惜 另外一个就是说看特别的嘛 因为后来你会发现说 庙与艺术好像各家都差不多嘛 那有一家就是陆港张兵工业区 有一家台湾护胜工 那它还是拜妈祖的 它全部都是用玻璃去塑造的 你早上去看 因为晚上去看又不一样了 因为晚上去看的时候 它灯光都投射出海了 那个兵分灿烂 你就可以去想象说 哇那个美如美化 宇宙初开的那种情境里面 有有有我有曾经坐过台湾好行 坐公车到张兵沿海工业区里面 我只有看到那个庙 只可惜是白天去 所以没有办法看到 那么漂亮晚上灯光的样貌 您刚刚有讲到清水祖师庙 就让我想到说 您的神明不是分三界吗 那最高级的一界在天上 那有一种是从大鬼 或者是瘟神 从民间出生的这种神明 清水祖师庙是不是这一类的 不算清水祖师庙 它算是当时一位有修行的高僧 后来因为人家景仰的德性 然后就把它祭祀 然后后来慢慢散言开来 所以他不算大鬼 也不算王爷 清水祖师也 他本身是佛教的禅师 但是他的庙往往又盖得很像道教 也是跨界了 因为中国人跟台湾人 他道教跟佛教 他是分不清楚的 那那个王爷信仰的信众 在拜的东西跟求的愿望 是不是也是跟那种 比较高级的玉皇大帝不太一样 对所谓的王爷就是说 我们一般不是会讲说完胜帝君或是保胜大帝 他都属于中央级的神明 那有一些像省级或是县级 甚至是那个乡级的有一些神明 但还没有到帝君的地位 这时候都统称王爷 以区别说我不是大帝我不是帝君 我只是王爷千岁这样子 因为他们的等级还没有那么高 所以他们个性也会比较草茫一点 那根据很多的资料会显现说 王爷起鸡的时候 起鸡的时候 他那个鸡桶很凶 有时候还会去处罚那个信徒 对因为他还不是地精等级 说他还不用那么装模作样 您这本书神灵台湾里头 有好多亲近人的这些神明 刚刚你讲到挪扎三太子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我小时候常常去看到有人去问事情 然后那个鸡桶常常附身的都是三太子 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是纪公 不过这本书神灵台湾里头好像没有写纪公 为什么呢 因为纪公他在道教里面 并还没有被归入为正式的正神 他应该算是民间的信仰 跟道教有侧风 或是朝廷有侧风 那是两码事 就好像说道士跟鸡桶是不一样的 鸡桶是属于民间信仰 但是道士是真的有领道道教的合格证书的 讲的是不一样的 对 那纪公他在 史实上确实是有这个人就疯疯癫癫的 然后再加上有本传奇小说叫纪公传 然后就把他省述的更为丰富了 对 然后说是因为这样而走红 很多鸡桶也观照 他们都特别喜欢寄宫云 就在这边 因为他有他的草变性 原来是这样 那其实在您这本神灵台湾里头 还有很多很有趣的神有趣的故事 例如说像是如果你要求姻缘的话 你要去找月下老人 但是如果你要斩断那些烂桃花 把小三赶跑的话 请的不是月下老人 要找陈皇爷夫人 这些有趣的故事和史料 都在这本神灵台湾 第一本清静神明的小百科里头 非常谢谢作者林静朗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 也希望您未来写更多 更有趣的神明的故事 谢谢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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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